有公屋,我民指他曾改動單位廚廁木門, 得知要還原才可以交還房儲。 不少網民分享還原公屋經驗, 說正式交還前房儲人員會上門查看, 如果租戶自行安裝的裝置狀態良好, 一般會容許保留無需還原,被新租戶使用。 而要還原部分會提供還原家木, 可以自行還原或交由房儲處理。 其中廚廁門還原收費較貴, 全屋裝修過的還原費動過萬, 近有人曾被收取6萬元。 亦有租戶分享,一份房儲還原收費較木工參考。 據房儲資料,公屋租戶曾進行裝修或改裝工程, 退回時必須還原。 不過各公屋收費不一, 大家可向所屬屋村辦事處查詢。